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波斯對上 伊索比亞特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 MIPER對上HERA 那地圖是北方之地 這張圖的名字蠻特別的 應該叫北方群島 比較正確這個翻譯 北方群島的話 這張地圖的話 就是四面環海 這邊直接 為什麼 HERA直接偷渡上來是什麼意思 這個刺頭一開場就想來弄弄啊 好 那稍微來講解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跟一般的群島蠻像的 但有別於一般的群島來說的話 它中間是有大量的礦人 然後上面有幾隻天空熊 在上面駐守著 所以在前期 上面來這邊駐守是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那遺跡部分中間也是有遺跡 那地圖算是蠻平衡的 遺跡的部分都是各兩顆 原本的島都會有兩顆這樣子 好 那這張圖算是 我覺得啦 比一般的單挑群島還要好耶 這張是四帝國戰爭的地圖 所以就跟一般單挑的群島來說 會更有趣一點 因為一般的群島的話 中間都是一塊金喔 然後只能插一個箭塔 或一座城堡就極限了 那這張地圖的話 就相對比較平衡一點了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解 這張地圖遊戲玩法 那開局的方式 大家一開始都會有這個碼頭 那這個碼頭的話我們可以上浴港 也可以升火蒙桶 那最主要的打法還是 一開始先造六艘漁船 或是五到六艘 多是七到八艘 但七到八艘的話很容易被這個火蒙桶給燒爛 所以火蒙桶也是要早點出會比較好 那出了之後就比較能防守對手 但也有其他打法 就是直接出這個 戰船 用這個戰船直接 去海 你怎麼把人家關起來啦 Viper 我剛剛想說 呃 這個黑了是不是沒看到 好那這邊 Viper直接一個超高手速關本獸 直接把黑亞的刺痛給搬起來 然後再出一隻小弓射掉了 然後我們剛剛繼續講 那這張地圖還有一個打法就是 除了出火蒙桶之外 還可以出這個戰船 那這個戰船的話 缺點就是你前期 只有一兩招的情況下 是比較難抵抗這個火蒙桶的 那一開始的前期的一兩招 都會出這個火蒙桶來做騷擾 那到了中後期之後 就會開始慢慢轉出這個戰船 那還要點一下這個一擊射 這個戰船的功力才夠 那這邊兩招火蒙桶直接過來 騷擾Viper後面的魚槓 那這邊是蠻心機的喔 直接繞後面 大家也知道對方的魚床 也是在後面的 好那這邊 Viper就讓直接偷渡 欸不是噴偷渡喔 這個直接正大光明走了過來 直接把這個兵運到 Pella家裡 哇現在兩邊都要打得不可開交啊 打得很忙 但是這邊 欸秀一下秀一下 OK Viper拿兩村來修這個戰船 但是沒修回來 尷尬 好那這邊有兩艘殘血的火蒙桶 但是有一艘是蠻血的 那這個魚床還是有點危險喔 好那現在Viper手術有點爆開忙喔 因為現在左右兩邊都在開戰 然後家裡也在忙 經濟也要控 因為他們在打架的時候 不只只要我們在看這些打架的畫面 他們還要去控其他經濟資源喔 非常非常忙 你看這邊控完之後 還要再把運輸船拉回去 再去帶這個小弓 然後還要再把火蒙桶生產出來 然後再往前蓋 然後這邊還要再修一下這個魚船 還有這個戰船 然後火蒙桶還要修 哇很忙很忙 好前線這邊繼續進攻 往下走了進來 這邊的兵可能要跑了喔 可是兵是村民 把那個村民可能要全部被弄到了 雖然這邊大部分都是這個戰毛兵喔 戰毛兵打村民沒那麼痛 而且只有一隻小弓而已喔 但還是順利讓這個黑拉收到村民了 那這邊騎死喔 Viper也不是主要想要殺村民喔 只是單純想要燒了喔 所以他這邊戰毛出的比較多一點 那戰毛一多的話 就比較好去抵擋對方的弓兵開局啊 或是一些防守性的一些單位 喔這邊直接戳到了一隻馬 哇這個床上兵力大功了 好 那最主要就是讓出這個戰毛 就是要讓對方收村 殺村民是其次 收到村民 就是賺到了 因為你只要讓他一收村 那段時間他就沒辦法挖資源 看相當的讓他收村 他就一直沒辦法採資源 然後對面出小弓的話 戰毛又可以輕輕鬆解掉 所以這邊 這邊的打法算是比較平衡的一點打法 並不是一種強弓型的玩法 那強弓還是要到了城堡時代 那城堡時代 講一講就到城堡時代了 那城堡時代一定是要打這個奴兵的 才會有這個比較大的傷害 不然前幾這邊都只是小打小鬧而已 那這邊騎士一出來的話 這邊戰毛也會被全部解掉 那這邊還是要先升到這個奴兵的升級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火龍頭 跑到了正面喔 想要來阻止 就是The Viper這邊去運輸船 就去運兵過來 The Viper真的是 不會是世界冠基等級的那種 那種Label 他的手速真的是很快 其實我們剛剛平常在播報的時候 我們在播的時候 通常只看一個地方嘛 但其實我們在看地方的時候 其他地方都打得正火熱 所以有些人會說 欸怎麼打到一半就把畫面切走 那就是因為 他們同時也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畫面還是要切來切去 不然你就會漏開一些細節 好 那這邊 一手比亞黑蘭已經升級了 這個奴炮戰船的升級 這個火蒙桶變成火戰船 火戰船的話 就比火蒙桶更有利一點 那這邊還有一隻自爆船 直接遭到了一艘 那這邊兩艘火戰船直接殘血 那這邊的話 因為還沒有升級這個奴炮戰船 所以這個火蒙桶還沒有升級到 所以現在被白換掉了一隻 兩台都殘血了 哇黑蘭這個手速也試控得很不錯 好那家裡偷住的兵好像都被黑蘭解掉了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家裡的部分 中間這個港桶火蒙桶繼續出 然後村民拉過來繼續修 欸這邊直接包抄 欸包抄不錯 兩台殘血的火戰船直接被包抄掉了 這邊再拉一村村民來修這個戰船 那這個運輸船還活著 那再繼續運些兵過來燒了 好那我們稍微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次的活動改版 這一次的活動改版 可以讓那個騎士變得有披風 更帥一點 那黑蘭剛好這裡有出幾隻騎士 先來看一下這個騎士的樣子 它變得比較特別一點 當然不是騎士的樣子 不是有披風的樣子 但是它是騎士 好那這邊三招火扇船 去追Viper的兩招 那後面的話 有更多的戰船 跑到Viper家後面 想要來燒這個漁船 但其實Viper的漁船 已經被燒掉蠻多台的 所以主要是往陸地上發展 去種這個農田 而不是靠這個漁船為生 那打海戰武的重點 就是其實不用太擔心偷渡的事情 只要全力打好海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現在目前Viper的海域來說 算是非常非常劣勢的 所以這邊看Viper要怎麼 慢慢把這個海打回來 因為這個海如果打不飛的話 可能就要GG了 那通常要把他打海回來 那就是要先挖石頭 然後蓋城堡 不然就是把這個崗 偷渡到一些 對手沒有發現的地方會比較好 欸這邊 騎士直接抓掉生女 哎呀Viper居然沒看到 對方偷渡進來 生女直接硬生倒地了 欸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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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喔 因為這邊往上走的話 這個距離射程是射得到的 好 那這邊只剩下一隻 那一隻騎士的話 用一隻生女就可以輕鬆搞定了 但是漁港全部被燒壞了 被燒壞之後就很麻煩了 好 那現在Viper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 趕快上帝王時代 點帝王時代 然後挖石頭 挖石頭的話 然後再偷偷把村民到中間 然後蓋城堡 然後在這個周圍 蓋下漁港 然後靠著那個 城堡的射程 保護漁港 然後開始包一些戰盆出來 這是另外一種打法 那其他打法的話很簡單 就是這邊挖石頭 然後蓋一個城堡 然後先把這邊 防守好 然後蓋漁港 然後就可以 繼續造戰船 但中間地方可能會搶不太下來 所以這邊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看Viper是要先偷渡過來 靠那一艘運輸船 直接過來 運過來 還是要直接蓋在這裡 但看起來目前是不太可能 可以用運輸船運到中間了 因為他的運輸船好像也被抓到了 所以這邊Viper的選擇 可能只能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蓋漁港 那這邊非常多的戰船 好 那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這個射程 那個三女的射程升級之後 招翔這個 爐炮戰船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Viper的頂下輪走 那輪走的話 稍微晚點了一下 82存才點 通常82存都是要點手推車了 好 那這邊頂下之後 Viper要怎麼繼續去打呢 這邊 比較有可能是 大陸會先用 買食物的方式 上帝龍時代 然後賣一點 賣一點木材 那這邊打算要在後面蓋嗎 欸 結果原來這邊被壓制的關係 所以只能把漁港蓋在右側這個位置 那這樣出兵點會稍微遠一點 但終究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還是要搶回來的 所以這邊 應該是直接打算 只是想要用生女來搶回來 並沒有想要打一個強攻的想法 好那這邊食物已經可以點到電王時代 兩邊的食物量都差不多 村民術也是差不多的 正不愧是兩邊都是S級的選手 這個配置經濟量其實都差不多的 好 但是Hera目前很有 蠻大的優勢喔 他的戰粉非常多燒 9台奴炮戰團 然後再加上 11台的火戰團 非常非常多燒 好 奴炮戰團過來直接硬拆劍 但是 Hera沒有先打算把中間搶下來嗎 哎唷 在搶 因為其實有戰船優勢的人 都會先去把這個中間的位置給搶下 但這邊Hera卻沒有把第一個城堡蓋在中間 讓我蠻意外的 正常來說城堡的話 應該是要先蓋在中間的 但是 因為他不是沒有蓋 而是他沒有東西可以蓋 是 是Viper有石頭 不是Hera有石頭 難怪他沒有蓋什麼蓋在中間 那其實我覺得Hera這邊有優勢的時候 應該是要趕快把這個石頭趕快挖起來 然後趕快去蓋 在中間蓋這個城堡 正來防守一下比較好 畢竟自己現在有戰船優勢 很早點把這個城堡蓋起來是件好事 結果這邊想要蓋城堡要被抓包了嗎 蓋得起來嗎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右邊這邊蓋城堡的樣子 這邊路過但是拉了過來 好像發現了嗎 右邊有非常多的火戰船 從右邊突襲這邊的戰區 但是這邊有更多火戰船過來 兩邊直接互打 但是這邊MIPER沒有在空船 想要來硬蓋這個城堡變道德堡了 把它變成道德堡的話 這個堡就蓋不起來 但前期這樣有點難打的回來囉 因為這裡非常多的戰船 已經被打到殘血了 而且這邊還有奴炮戰船的輸出 所以如果MIPER再繼續出這個火蒙船 火戰船的話可能會有點劣勢 要找個機會把這個奴炮戰船給蓄起來 好那這邊還升級了重型火戰船 那看起來還是蠻堅定的 還是要打火戰船 咳咳 好 那我覺得蠻意外的是 這張地圖其實對於波勢來說 並沒有太多的加成 但我想MIPER應該也是在玩 隨機文明的關係才選到了 那黑拉應該也是玩隨機選到這個Esob 這兩個文明對於海圖來說 都沒有太大的優勢在了 能力都算蠻普通的 好 重型奴炮戰船看 開始升級之後 三級射也點下了 那這個奴炮戰船傷害就會變成最高了 雲魚有化學 這個化學好像不會吃到吧 印象中是吃不到這個戰船傷害的 來看一下有沒有吃就知道 好現在是7加3 重型奴炮戰船升級好之後 8加3的一個傷害 攻擊力11 然後村民硬蓋 生鯉直接硬生倒地 招了一些火戰船之後 這裡有一艘火戰船直接從那邊燒 但是火炮戰船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一個擊火就直接收掉了 哇 傷害非常非常高 那這個化學到底會不會加一攻呢 好 居然白粉居然升級這個重型 爆破場 看來要直接開炸 欸 結果這個化學也是可以吃到這個戰船上面的 這跟弓兵一樣 化學就可以讓他加一攻 那這邊攻擊力的話 就跟這個地上的奴兵一樣 就可以加4傷害 好 那射程的話是10射程 10射程的話也是蠻遠的 好 但是 Viper走的是一個 重型火戰船的一個打法 那重型火戰船我們剛剛有說到 就是他的缺點就是亮多起來的話 很難對這個奴炮戰船大量的時候拚頂 畢竟奴炮戰船是不用貼上去 就可以輸出的 但是這個重型奴炮戰船 是可以打帶跑的 這個優勢是比較好一點的 操作空間更大一點 結果 黑亞這邊還點下這個防禦箭塔 當然是要用箭塔來稍微防守一下自己的領地 那我覺得 Viper這邊蓋這個城堡相當不錯 讓這邊他海域 這邊藥道直接被中斷 讓黑亞這邊不太容易把戰船派到這裡啦 不然這裡戰船過來就要被射爆了 哇靠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不知道有沒有點下火箭喔 這個大學火箭技術 讓這個城堡箭矢傷害 對這個戰船來說傷害會越來越高 而且非常非常痛 好 那這邊還點下了工程師 然後增加一點的射程 這個距離剛好 多一點射程也是比較好 這邊這個城堡師可以用巨型攻擊機來解決掉 好 Viper等一下這個彈道學 火箭也點了 剛剛講完就點了 哇這裡大量大量的爆破船直接炸了上來 哇炸了很多艘 這裡好幾艘又過來 再炸一下 哇 二十幾艘戰船 只剩下十四艘 好 炒傷 Hera這邊 揮爆 好 但是這邊火箭已經點好了 火箭好了之後 這個城堡打戰船傷害非常非常誇張 傷害非常苦非猛進 但是由於 Viper的漁港是蓋在後方 所以這邊的戰船要過來支援還是要繞下 從後方的海域繞到前方的海域還是一點時間 而且右邊這裡有Hera的城堡 也可以攔截 Viper的一些戰船 所以這個海域城堡蓋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這邊弩套裝置直接硬面這個軍營托斯 第一軍營托斯應該是也是守不住 雖然這邊有火箭的加成傷害 但是由於對方的弩套戰船的數量太多了 所以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雖然還是打掉非常多的戰船 好 那更大量的戰船過來 但是Hera這邊有更多的箭塔 還有這個城堡 直接再做一個輸出 欸這裡再炸一下 兩艘爆破船 還有一艘 哇 又炸掉一艘 哇 Hera的戰船數量 略減到只剩下14艘啦 那Viper從一個大獵士 慢慢轉回來優勢 這邊 漁港前面也蓋好了 非常多個港口 然後後面這邊也有很多個港口去生產 但問題還是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是Viper的一個 算是 需要一個重點打幾個地方 不然這個城堡在這邊 戰船一直會一直被換掉 就像這樣一過來就被打掉 好 那中間慢慢搶回來之後 結果 Hera在中間造了幾隻生綠 直接招搶掉了 蠻多艘的一個重型火戰船 現在來招兩三艘 好 那但是Viper已經點出了這個火炮戰船 要來拆對方的建築物了 然後開始攻堅 港口還有城堡 用這個火炮戰船的傷害力 拆建築物就是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Hera的話 算是一個比較正規的打法 正規打法就是出這個重型火炮戰船 然後把這個量弄大起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但是這邊Hera 現在才補掉這個南海技術 這個南海技術應該是要早點點的 因為這個航海技術是可以增加這個護甲 來看一下這個護甲 點完之後會再多加1 像是8加0 看一下這邊防禦增加 欸 變8加1了 像遠程的防禦力就會上升一點 雖然這個火戰船是 不遲到這個防禦力走 但我覺得還是該點的 航海技術對於海戰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但是這邊 盧炮戰船的優勢很明顯就出來了 你看這個一下就集火掉很多台的火戰船 就這個快速火戰船 在這種大後期的 船艦對決之中 是比較沒有太大的優勢在 還是要靠這個 弩炮戰船跟火炮戰船 去拆建築物 跟一個攻堅的動作會比較好 好 火炮戰船 直接3台一直在拆對方 黑阿城堡 那這邊MIPER也要攻堅 中間這塊支援地了 這塊支援地是非常重要的 黑阿拉了更多的村民 直接運出船 運過中間來 來蓋這個城堡 但是右邊有非常多的火炮戰船 而且這裡MIPER的自爆船很多 火炮戰船看過情況下 能炸到嗎 但是停了下來 只到了一艘 其他的自爆戰船並沒有炸到 哇 MIPER這邊有點小小的劣勢喔 這一波進攻有點稍微的失敗 但是右邊有非常多的火燒船在右邊 有個重型火戰船在右邊 正面有一些戰船 目前兩邊都是戰船對峙 沒有打一個陸地上頭肚的打法 看起來 VIPER好像比較穩了喔 反而是超級大劣勢的VIPER 居然被他慢慢打了回來 這個城堡的火箭喔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城堡也開始中間了 側面上更多的火戰船過來了 只要黑奶不讓 慢慢的用這個奴炮戰船 打出優勢的話 應該是還有機會的 當然這個城堡還是要先解決喔 這個城堡對黑奶來說也太傷了 但是中間的部分又出了更多的 這個重型火戰船 要來反制奴炮戰船 但奴炮戰船的優勢還是很大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邊奴炮戰船直接往前貼 想要去打這個巨頭子機 炸一發擠掉 好那現在戰船目前非常非常混亂 奴炮戰船一直被火箭城堡一直射 想要集火一發 這個戰船就會倒一燒阿 黑奶有點在送啦 這控不太好的感覺喔 右邊這邊城堡中的途徑成功了 火炮戰船立了大功 大量的火戰船從右邊衝了過來 想要來直接包上黑奶的奴炮戰船 但是能包得起來嗎 正面看起來能輸出的空間很有限 只有正面的地方有火炮戰船 火戰船在輸出 如果奴炮戰船的話是無處 地方都可以直接一直輸出的 可以這樣瞬間集火的 所以這樣一直被封身的話 奴炮戰船的優勢還是很大的 那是中間目前的位置 VIPER已經拿下中間的位置了 對方城堡陰身倒地 HERA打出了GG 結果居然是被HERA 被VIPER逆轉啦 HERA這邊沒想到居然打不贏耶 我一直覺得這個奴炮戰船 打這個火戰船蠻穩的 那我覺得好像應該要出一點這個自爆船 因為其實打奴炮戰船有個細節 就是當你打這個奴炮戰船 對方打這個重型火噴戰船的時候 你要出一點自爆船在中間 因為自爆船的話 對手用火噴船的話 直接硬噴的話 他會自己爆開的 那這邊HERA並沒有轉出一些重型自爆船 有點可惜 這個自爆船對這個火戰船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可惜這場沒有看到HERA這樣選擇 可是選擇了正常的打法 就是重型奴炮戰船的打法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覺得是說自爆船沒辦法升級的關係 因為伊索比亞海戰本來就比較爛一點 他也沒有重型火炮戰船 跟金瑞火炮戰船也沒有 重型火戰船 重型火戰船也沒有 那還有金瑞火炮戰船也沒有 那重型炮破船他也沒有 他就只有這個重型奴炮而已 所以HERA可能就因為顧忌這幾點 所以沒有出這個自爆船 很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當然MIPO這邊選擇我也蠻意外的 他指出這個自爆船跟重型火戰船 就把對手給打回去了 然後中間還弓箭了下來 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畢竟他前面的戰船軍數量輸了這麼多 居然還慢慢的打了回來 那個城堡我覺得蠻關鍵的 如果沒有那個城堡的話 可能就很難打贏了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經濟部分看起來HERA會比較慘一點 因為這面VIPER很早就點下這個手推車 看這個手推車只要這麼早點的話 經濟優勢就慢慢追了回來 那這邊HERA是比較晚點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一段經濟差距佔了 而且這邊PORS本身TC的工作效率就比較好 那到了城堡時代之後PORS的這個工作效率就會突飛猛進 所以一般來說 會比這個一索比亞的經濟好上一點是正常的 感覺也不太意外 但是我覺得後面那邊戰船的操作來說 VIPER算是玩得非常非常精湛 從逆境打造這個優勢非常不容易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